完成Tab Bar的設定之外,我們就搞一個navigation controller 即是那個navigation bar,我縮小一點 因為第一頁我們是沒有一個navigation controller包著,所以是不用改的 另外因為這一組和這一組,我是一組已經duplicate了出來 所以我們稍後改完上面這條Tab Bar,我們要改多一次下面的Tab Bar 當然最聰明的做法就是改好一條,先出來就不用改兩次了 但我們已經失敗了,那就繼續了 改navigation bar也是,有時候會選擇這裡改的,有時候會選擇這裡改的 它的方法跟Tab Bar是一模一樣的,我們現在先做一做 第一個Tab這個,我是想給它一個title 因為有navigation bar,你可以給它一個title 所以我暫時就去到assets這裡,其實有些字我就給了你 那你就不用自己瞎摸摸摸地不知用什麼了,可以嗎? 這個就copy Egypt 就去Xcode那裡了 你多一讀裡面的這個navigation bar,你就可以place名字 它就會有一個title 所以你就應該把另一個這個都copy給下面這條bar 那我兩條一起做就會快一點,好嗎? 另外,我亦都做了之後,我就想它反白 顏色我稍後才改的,我暫時要用灰色先的 那我刷一刷這件東西,就跟它說了 就是Translucent,就是會不會半透明的東西透到呢? 那我都不做的 另外,那個bar tin color呢,我就改做 暫時啦,改做light gray color 暫時改做灰色先 那另外,字的顏色呢,就是title color 那你就可以選擇white color 那就搞定了啦 那當然啦,如果它有些的 按鈴鐺啦,或者按鈴鐺那些 那我的tint color呢,都不用藍色的 都是用白色的 那一會兒你拉一個icon仔,就會見到 那些icon仔是白色的啦 那改這幾個位置啦 下面這裡啦,都是啦 重複做啦,這個就關掉它啦 bar tin color,暫時用著light gray先 一會兒我會改的 title color呢,就用白色,就反白了 那如果有icon仔,那怎麼辦呢? 都是啦,icon仔都用白色 同一些,不要用那隻,藍色啦 那搞定好了之後呢,你就說了 那那個team color,那個icon仔 究竟是什麼呢? 那其實呢,就要留意啦 當你做一個tap bar的時候 你有一個tap,它就會自己有一個icon 就會自己加進去 那你有三頁問三個icon 但是呢,如果你navigation bar 想加一些自己的icon 你是要拉一個object進去的 而且記住呢,它不是拉button的 有些人很喜歡search button 然後將那個button拉進去的 navigation bar,永遠不會拉那個button進去的 如果你要拉進去呢 那個是叫barbuttonitem 那你search barbutton 它就會出來的了 放在navigation bar,永遠用barbuttonitem 那現在呢,我想呢,把兩顆的barbuttonitem 放在這兩邊呢 那你就分別拉粒過去這裡 對不對? 還有拉粒過去這裡 正常你見到它應該是藍色的嘛 你見到我字尺這個位置都是藍色的嘛 你見到我字尺這個位置都是藍色的 因為我將它那個thin color 改成白色呢 所以它default就是白色的了 然後呢,這個這樣的barbuttonitem呢 你可以用它default 送給你的一些icon或者文字 舉個例子,你想要垃圾桶 不用自己畫的 你選垃圾桶就可以了 那它就會出了垃圾桶的樣子 那我放太多一點啦 讓你看得清楚一點 對吧? 但是呢,你說不是 我不想用它pre-set的那些 我想用我自己的那些 你用自己的那些呢 就在image那裡選擇就可以了 那我剛才呢,做了兩顆barbuttonitem 一個叫information 一個叫help 那就是information 這個用,可以嗎? 那它上面會自己變回custom 那就可以了 那這兩顆呢 是可以按到的按鈕 但今堂我們呢 初學不會那麼複雜的了 那這邊也是啦 拉兩顆barbuttonitem 那以後呢,第一顆呢 我就是選 什麼呀? 什麼呀? Information 第二顆呢 我就是選 help的 那因為呢 它default呢 會有個title給你的 那這個呢 其實呢 你扔掉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它沒用 扔掉它就可以了 那因為上面 剛才我轉過那個 什麼systemitem呢 所以它default呢 都跟你拆走了 那這個呢 你扔掉就可以了 對不對? 不需要有title 那有了它也不會錯的 那這個呢 我們就是完成了那個 navigation bar的setup 那不過一陣子呢 我們這個navigation bar 還會做多少少東西的 就是顏色會跟回照的顏色